今天分享绣球的另外三种修剪方式 第一种像这种老枝已经长得像八爪鱼一样的绣球 如果还是像之前一样只剪绿色的新枝 明年春天的结果就是更张牙舞爪 这时候我们可以从褐色的老枝下手 老枝不用考虑留叶子 只保留芽点 狠着点 剪到每根枝条能立起来为止 像这种老枝中途又长了新枝 可以把顶端的老枝完全去掉 所有的新枝剪到大概一个水平面 剪完是这样 如果发现还是不够圆润饱满 高出来的枝条可以再往下剪一截 但是最好别完全剪秃 在满足造型的同时 整体尽可能多保留几片叶子 这是剪了两周之后 雅典已经开始萌动了 第二种是像逃跑新娘这种比较特殊的绣球 由于有山绣球的基因 可以当藤本 每一个侧芽都能开花 所以只需要剪掉残花就可以 第三种是像无金下这种新老枝都开花的绣球 不在乎猪形的可以不剪 如果你想让它在明年春天饱满圆润 最好剪了素个形 修剪方式参考第一个视频 所有的绣球修剪完之后 都需要增加光照 施均衡性的肥料 这一步非常重要 什么肥都行 我图省事都是给复合肥 效果非常好 按照推荐的用量 现在这个季节 亲测也不会烧苗 这是修剪施肥两周之后 雅典已经开始生长 明年又可以实现绣球自由了 好